這次 立委雙計 當然是歷史上最多的修董導入 並且最不安的一次 目前差不多可以看出一個代替的狀況 我有以下的顧及 這些估計可能會受到未來 未來還有三個星期的影響 但是目前這個時間點 我感覺有可能出現這樣的狀況 第一 民進黨可以拿幾席 我顧及是十四至十七席 十四至十七 國民黨可以拿幾席 我看是十二至十四 十二至十四 臺灣民眾黨 柯文哲 市長 政黨可以拿幾席 我顧及是兩席至四席 時代的狀況幾席 時代的狀況現在有兩席部分區 三席區域 經過這次選舉之後 部分區可以拿幾席 區域的賣輪 我感覺他現在面對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他可能如果不是零 就是兩席 如果賣到兩席 就免共超過百分之五 如果沒有超過百分之五 就三都沒有了 親民黨可以拿幾席 現在這次宋初如再次處出來參選 其實他也知道 總統大選他沒有希望 但是他要去補親民黨 親民黨這次 到底可以拿幾席 我要顧及 零跟兩席中間 不是零就是兩席 是不是會出現這種狀況 第二 一邊一國 為什麼要特別說一邊一國 因為這是 向丹水米前總統 作為精神領袖的一個政黨 丹水米因素 是不是最后會有它的爆發力 它的爆發力 所以我給他顧及 零劑兩席 這是一邊一國 其他的小黨 看起來沒有那麼六關 但是甚至有辦法 精出到百分之三 我看這是現在其他小黨在努力打拚的 這個最重要的目標